尊敬公市長 吳常鋪副市長 馬蜜書長 各位來賓 大家好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今年的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連續第三點採用視訊的方式辦理 台北和上海雖然無法實體護防 但是雙方仍然持續舉辦雙城論壇 維持交流不間斷 持續解決兩岸人民都必須面對的民生問題 新冠肺炎疫情跟氣候變遷 是目前全世界都要面對的主要問題 台北和上海是兩岸最先進的城市 有責任所以先承擔 因此今年台北上海城市論壇 以任性永續人文為主題 雙方將需求在全球疫情肆虐和氣候變遷的雙重影響下 如何將各項挑戰轉化成為轉型的驅動力 又如何採取具體的行動 來加強城市的防災抗災的韌性 並實現一句永續的城市願景 台北和上海都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互相觀摩學習有助於彼此的進步 就在上個月 台北市政府的淨零排放自治條例 已經在市議會三讀通過 透過自治條例與行動綱領 我們將努力極能減碳 保障城市氣候安全 全力促進台北和全球 同步邁向淨零排放 加強社會發展轉型 這不是口號 這是一個全球都在積極關注 和嚴肅面對的重要課題 需要政府 企業與市民一起改變 一起努力 這年排放才會成功 除了韌性與永續之外 今年雙城論壇的主題 還包括了人文發展 這是延續去年雙城論壇所討論的議題 城市的主題就是人 城市的發展 和居住在城市裡面的人民息息相關 從過去歷史的保存和活化 解決 現在問題的梳理跟解決 到未來的建設和發展 台北和上海都有實際的經驗 和成果 可以供雙方參考和交流 過去兩年 全世界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襲 中國大陸和台灣也面臨相同的挑戰 造成社會經濟各方面的重大衝擊 最近 俄羅戰爭的爆發 更讓我們對兩岸關係有許多省思 兩岸的歷史 語言 文化與宗教 相通 中國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 佔台灣出口比重42.3% 去年台灣對大陸的儲鈔超過1000億美金 在台灣的陸配也超過37萬人 同時在大陸求學工作經商定居的台灣人也超過百萬 兩岸之間明明經貿關係密切 民間往來頻繁 但近幾年的關係 卻呈現惡意螺旋上升 這幾年 台海局勢緊張 兩岸對立加劇 比如 台灣參與WHA 大陸軍機頻繁出現在台灣西南海域 台灣的鳳梨 蓮霧 芒果 石斑魚 輸出大陸受阻等等 這些都成了爭議的焦點 傷害兩岸民眾之間的感情 繼續爭吵 雙方一毒不回 甚至進行政治操弄 所以讓兩岸關係越來越糟 透過溝通協商 尋求互相諒解 才能讓這些台灣人民關心的民生問題得到解決 這也是我們繼續舉辦創成論壇的初衷 政治可以分歧 但兩岸人民不應當有敵意 在這個時刻 兩岸應該合作與創造雙贏 應該溝通與化解分歧 應該建立富覽與管控危機 如果犯人敵意繼續上升 最終受害的還是老百姓 我擔任台北市長八年以來 對兩岸關係的立場一直都沒有改變 我一向主張五個互相的原則 也就是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最後還有一個最重要 互相諒解 我相信交流比交和好 對話比對抗好 友善比仇恨好 多交流可以累積善意 而更多的善意可以促進更好的交流 建立善的循環 為兩岸謀和平 為人民謀忽實 更希望可以避免衝突 甚至避免戰爭 這應該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期望 自2010年開始到今年 台北和上海連續舉辦了13次的雙城論壇 在我的任內這是第八次 這個過程代表著我們對兩岸和平的堅持 同時在雙方共同的努力之下 台北和上海兩個城市透過雙城論壇這個平台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也有許多具體的成果 新冠肺炎的疫情讓大家都辛苦了 病毒是無情的 但兩岸的人民卻是有情的 展望未來 台北會繼續幫助在台的 陸配 陸生 陸棄 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 但也希望上海能持續提供在大陸的 台商 台生 台胞 相關的照顧跟服務 衷心期盼疫情早日結束 也誠摯歡迎上海的朋友們 再來台北交流 感謝各位的參與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謝謝 謝謝 謝謝